兄弟们我的认知又被刷新了 来海南出差 现在7月份 北京正好三副颠 但是海南现在天气 吹着海风 不是凉快 不是舒服 比天气还舒服的 吉利银河的15 路上看到这6个小方块 这个logo你们肯定不没收 因为银河品牌成立 不到8个月的时间 已经突破了10万台 那到今天为止 银河品牌整个的车型 这是第4款车 共计销售了将近18万台的销量 所以路上可见率非常高 之前如果说 看到银河L7 它第一台SUV的话 那你可以感觉 这个外观整体的设计 很陌生的话 但是现在再来看这台E5 整体银河家族的这种味道 就更加明显了 包括之前的L6和银河的E8 整体它的家族设计颜 会更加贴近一些 这个三角的大灯 包括两边的日程灯 倒过来的一个大锡形 其实都是非常具有 银河家族的特色的 那放在这台SUV上 整体车身比较紧凑 而且一点都不违和 非常饱满 你看这儿 前面封档上有一个小细节 这是一块钱背面印的图案 也是它的老家 西湖的三盘音乐 转过来 看这车子侧面 我觉得这是新的E5 最协调的一个部分 别看这车不大 其实4米6 但是这台车得益于GEA的平台 用上了神盾的短刀电池 所以整个的CTP电池车身一体化 就把这车的轴距拉得非常长 这台车的轴距 车长只有超过了4米6 但是轴距做到了2米75 所以内部的得防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说到这个神盾电池 多跟你们说两句 首先能量密度非常高 做到了192瓦时每相克 这个可能大家听不懂 简单来说就是更小的体积 有更大的一个电池容量 其次短刀电池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能量密度高了 所以它冲锋电的效能效率也就高了 锂离子在活跃在正负极之间 它的路径会更短 所以这块电池理论上来说的话 整体的冲锋电效率 包括它的能量输出的效率都会不高 车尾整个感觉 刚才侧面说过了 圆润饱满的那种设计感 但是也不乏看出一些银河家族特点 包括贯穿式的刹车灯 中间还有这种一道一道的 其实这个和一巴掌 也有点类似的那种效果 那整个点亮其实辨识度还是挺高的 下面是吉利的一个字母 在有限的车厂内 但是做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 车内的折防率 车内的空间 可以看到 打开之后整体后备箱就是这样 可能有人会说了 这后备箱看着平平无奇 但是你老板放这儿看 把这个盖板打开之后 首先这是一个格桶的设计 底下有这么大的储物空间 兄弟们 你就告诉我哪台车还有 进到车内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一五的这套装修风格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来评价 你的主观感受 但是我坐在这 至少它给我的感觉 这台车对于我来说 就是越级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 无论从设计 它的叠层 它的堆叠的一个设计的摆放和布局 包括它的质感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它是在15万 这个价位区间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越级的表现 OK 我再一一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黑白的一个熊猫配色 我觉得这也是挺经典的 那相比起 别的配色 有那种松色内饰 其实这黑白的我更加喜欢 那这张内饰很清新很干净的一个感觉 方向盘 银河的这个方向盘 说实话 就这个造型 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怪异的 就是它完全不是一个完整的圆 或者是一个椭圆 它有点类似于六边形的一个形状 但是整体握感OK还是挺好的 三块屏幕 一块液晶一表 大尺寸的中屏屏 加上前面的HOD 组成了这个三块屏幕 Flyme Auto的车机系统 看着我们有一个魅族的手机 如果你是魅族的用户的话 那和这台车互联起来 那就是相当的无缝了 基本上 你手机能实现的一些功能 直接就去无限的去投屏到这个车机上 用起来还是非常好用 那当然了 本身之前领克的车 咱们也开过 Flyme Auto的这套车机 整体的逻辑和系统堆叠的摆放方式 UI设计什么的 包括它整体的丝滑度 还都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你就可以用智能手机的概念 去理解这个车机 直接去使用它就好了 非常非常的智能化 非常非常的科技和先进 那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 比较用得惯的一套逻辑 另外就是内置了一颗 咱们国产的龙鹰一号的芯片 其实整体的算力 包括处理速度 都要比855快两倍 所以整体运行速度方面 不用任何能耐心 Flyme Sound的一个音响系统 可以看到这前面 有两个凸起的响音箱 其实还是挺尊贵的 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更有意思的就是 它是支持一个 类似空间音频的一个音源的 所以说一会开起来 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包括整个的氛围灯 它没有采用那种 直接一亮条给你摆这 而且都是这种 慢反射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看上去 就非常的舒服 并不是那么直接傻愣的感觉 这个处理的非常聪明 我这张座椅主架是带 头枕心香的 整体的乘坐舒适感 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这个填充的海绵 还用上类似于记忆海绵的 这么一个填充的一个材质 做起来还是对于你的身体 大腿的承托 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而且对于整个肩背的包裹 这两张座椅坐着还是挺舒服的 小细节还给你了你一个 这个小的logo 看起来你的身份感 A级的尺寸B级的空间 轴距2米75 所以你坐在这台车里 整体的空间感是非常不错的 头顶就不用说了 因为整体SUV 所以头顶是给你预留出了一部分 充分的空间的 那整个的腿部空间 基本上我坐在这两拳半不到 因为现在这个舒适进入 所以座椅有点往后 如果正常驾驶位置 腿部是非常充分的 另外就是它椅背的角度 虽然可以调节 但是调节角度不大 但是这张座椅它的填充 刚才前排就说了 非常的舒服 所以你坐在这 整个身体可以得到一个放松 另外就是这台车 储物空间也是一个亮点 除了这些你们看得到的 常规的储物格 包括门板 你看这有一个叠层的储物格 其实这也可以放点小东西 因为在这封死 不至于掉下去 还有一个亮点 我们来看这 这有一个巨大的抽屉 打开之后 那这个就非常方便了 而且为什么是设计在中间呢 因为如果的话 你前排副驾驶做人 或者说主驾驶 你要在后面搁点什么隐私的物品 或者说天下雨了 雨场搁在这里 直接回手 同工间打开这个抽屉 就可以拿这个 这个非常方便 那整体体验下来 其实最深的一个印象 就是这台车开起来 两个字形容柔顺 整体无论是加速的感觉 还是整体底盘呈现出人用质感 以及反馈到你手上转向的这种感觉 其实都是非常融顺的 那首先就是这套动力 虽然是400伏的车 但是单电机的一个布局 它的这个电机呢 最大功率160千瓦 最大扭矩329米 其实日常开起来 作为一台城市SUV来说的话 它的动力啊 其实一点都不弱 060.75秒 那实际上你像在这种 哎 城市道路上去行驶啊 你瞬间加速超车什么的 那整个速度起的还是非常快的啊 这个是速度起的很快 但是呢 就是那种一直推着你哎 起速那种感觉 并不是说从后背踹你这样的那种感觉啊 你看现在我们给加速 你看 就持续的把速度这种推起来的感觉 是不间断性很线性的那种感觉 这点还是挺好的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底盘啊 那其实这整体的路况并不差 都是这种很铺装的这种柏油路面 那路况环境也很好 但是在海南这条路上行走啊 你会感觉上下起伏是很多的 那对于这种起伏呢 那这套悬挂和底盘呈现出来这种质感 其实是那种非常非常舒适 同时呢 对于上下起伏的这种哎 来回的纵向的这个摆动啊 其实它抑制的很好的下坡的时候 一下扎下去的时候 它弹簧能够很好的去把你整个的重量给吸收到 但是呢又不是说那种很生硬 让你一下砸下去的那种感觉啊 那这个对于日常来驾驶的时候 舒适性表现就非常的友好 因为整个车身其实并不大 转向的这种很精准的感觉啊 它的运动性特征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啊 当然没表现的那么极端 那整体的这种感觉还是偏向于家用舒适的 整车的NVHE5这台车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我们从酒店出来啊 酒店的那种石头铺的路 包括现在啊 我们走的这种啊 历清比较好的这种柏油路上啊 一路沿海公路 其实你只能够听到一些哎 风吹过来的微微的这种风声 就整个的路灶 包括外界的环境噪音 车厢内的隔绝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整个很安静的一个感觉 你并没有听到边上啊 有一些车过 或者说很复杂的一个路况环境的噪音啊 这点我觉得E5这台车还是值得给个赞 标准的一个L2级别的辅助驾驶 那它开启方式直接放盘上的按钮啊 智能转向辅助就已经开始了 其实它们并没有使用更高阶的一些功能啊 但是这套辅助驾驶系统 我们去可以做到这个ACC的跟车 包括车的保持居中 那整体的这种实际体验下来啊 感觉还是不错的 能够去降低一些 你在长途驾驶的一个疲劳程度 整台车的音响是自然的啊 Fly me sound 但是我并不是想说这套音响的音质 有多么多么出色 多么多么好啊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呢 就是当你啊 它转向的时候 它是支持一个类似于空间音频的提示的啊 就你看现在我打右转向走 就是它的声音啊 滴答滴答的声音是从那边转 转过来的 所以说就给你一个空间提示感 哦 在整体要右转 那个这个声音提示在右边 那当我打左转向走 你看 声音是从这边忙出来的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吉利银河的E5啊 这款车其实整体它的综合素质啊 我认为其实挺水桶的一款车 就是各方面啊都比较均衡 虽然它没有达到极致的高 但是啊 可靠的技术 可靠的三电技术 还有一套不错的智能化坐舱 以及开着啊 其实感觉也还是挺好的 所以综合表现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 其实在这个价位区间 还是挺能打的 当你们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啊 它已经上市了 真正价格你们已经看到了 我现在大胆的猜一下啊 在这个价位区间 很有可能是13到15万 顶配15万出头 这个价格最终我猜对了 这里是董车帝聚光电厂 强势新作员栏目 致电不一谋 关注我 新车更来电 青春不一谋